人物APP 随处可见是人手一杯咖啡 所以有人说台北应该是全世界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了 或许你每天都要喝上一两杯的咖啡 可是你知道每一种咖啡的差别在哪里吗 好我们今天台湾PP节目邀请到来宾 我想无论是咖啡的种类或者是咖啡的好坏 一定都难逃他的法眼 好他就是今年5月才在澳洲墨尔本 获得世界杯咖啡杯测试大赛冠军的刘邦宇先生 邦宇你好 大家好 很酷 好我今天第一次这个看到邦宇本人觉得 哇塞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咖啡杯测试吗 感觉应该都很严谨像医生那样子 可是他留着 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 这个他留着一头金色的橘金色的头发 感觉很像那种Rocker这样子 好邦宇我想你成为咖啡杯测试 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这个名词对不对 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咖啡杯测试是在做什么吗 咖啡杯测试这个咖啡杯测试 应该跟杯子没关系 他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做所谓的咖啡的品鉴 然后就是我们算是在做一个世界咖啡的语言 然后可以让从产地的产区的人到贸易商到生豆商到贸易商 然后一直到最尾端的消费者或是烘焙商 然后让他们了解说这个咖啡品质好坏 然后我们再建立一个语言 好深奥的一种 有点像这咖啡豆的翻译师的这个感觉 算是吧 那邦宇我想请问一下你原先是学什么 你怎么会想要当这个咖啡杯测试 而且我听说时间很短对不对 对就是我原本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器官的 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是说很喜欢读书 所以成绩一直不是很好 然后也当时考上这个科技 其实就是因为分数刚好 然后就是为了一个学历 然后就来读了 你会不会太诚实了 对然后之后就是退伍之后 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专长 然后就开始在咖啡上面着手做个学习 对对对 所以应该也是有点加厉的这个影响吧 对对对 就是我的父亲他本来就是在做咖啡的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也该在咖啡上面学习一些专业 对 好 邦宇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咖啡杯测师 就像你刚说的要去评鉴世界各地的 豆子的这个好坏 它的种类 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嗅觉跟味觉 对不对 还有知识 还有知识 对知识和经验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从一年多以前就是退伍之后 你是退伍之后才开始投入这个领域吗 那你在之前你喝咖啡吗 不太喝 我想说你这个出身这个咖啡世家 就是说我觉得您的父亲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从前好像是公务员嘛对不对 对是寿意 对寿意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太爱咖啡了 后来干脆他就公务员也不当 然后就开始从事了咖啡的这个贸易嘛 就是没有就是烘焙啦 咖啡的烘焙 对 你看可以有人爱咖啡 诚吃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原本想说邦宇是不是 从小这个喝牛奶的时候都配咖啡 没有 其实小时候不太喜欢喝咖啡 因为就是跟一般大众的印象是一样 就觉得咖啡是很香然后很苦这样 然后小孩子嘛也不觉得到底有哪里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等于是从退伍之后想说那不如来试试看走这一条路 对 后来你有试出兴趣来吗 我算我跟很多接触咖啡的人不一样 很多是他们是先喜欢上咖啡 然后才开始学习咖啡 可能就是本身很爱这个东西 对可是我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才喜欢上咖啡的 对 那我应该说你很有天赋嘛 还可以 不然的话就算我也很喜欢喝咖啡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成为烘焙大师 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杯测师嘛对不对 好所以刚刚邦宇提到的就是说 咖啡的杯测师需要就是味觉很重要 嗅觉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知识 所以你在这一年多 你后来退伍之后决定要来从事这一行 可是你为什么不会想要说那我来做烘豆这一条路 或者是说咖啡充足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领域对不对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很会做那种拉花什么的 其实很多很多领域可以走嘛 可是杯测师感觉很难耶 因为我觉得不管之后会走哪个领域 其实我是比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以杯测为做一个开头 因为先学这个才可以知道说 最后到底出来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的 你才可以心中有一把尺在那边 所以你真的是决定从头开始 对啊就从头开始不然从尾巴开始 好我们现在就要谈到就是说帮雨从这个不是很爱喝咖啡的 一个少年郎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点就应该说误打误撞吗 还是说 算是有一点 算是 好然后决定好我要成为这个 从头开始成为这个咖啡杯测师的这一个 下了决心之后到底怎么样开始来进行整个训练的工作 我想应该是经历了蛮多的困难吧 我觉得我是算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业界上面走动 就是一直遇到很多我觉得很厉害的前辈 然后他们都愿意来帮助我 或是给我指导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可是也要你自己愿意愿意学 而且也要有点这样的天赋 你比方说我今天 人家请我喝咖啡或喝茶 然后告诉你说 你觉得他这个什么侯运怎样 对对对 可是你可能根本没有啥感觉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学 我一开始接触 每天喝很多这样 没有我一开始接触杯测 其实是在考证照的那个 考杯测师证照的过程中 去学习这个杯测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学 其实会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咖啡知识的认知 那一些对于 生痘或是熟痘上面 处理的状态 可能会对日后的风味造成影响 其实我们在这个 证照上面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其实我并不是说 鼓励大家去考证照 但是我不能否认 也不是大家都考得上好不好 但不能否认说 在考证照的过程中 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是基本的尝试 可是你要把你自己提升到另外的一个领域 比方说这个豆子 它是可能偏什么偏什么 偏酸还是偏苦 或是它烘焙的这个程度怎么样 这些都有一贯的课程可以学习 是不是 算是 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贯课程可以学习 然后在这个课程学习中 你会喝到很多咖啡不同的样品 对那喝到这些东西之后 你就会对这个咖啡产生 很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 对 你要不要谈一谈各种不同咖啡 给你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其实我们精品咖啡 我们在喝咖啡 它其实跟大众的印象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喝的咖啡 它是我们喝的样品很多 所以我们会尝试过各种不一样的咖啡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咖啡 不同咖啡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譬如说可能会有水果的味道 可能会有花香味 会有坚果的味道 会有巧克力的味道 其实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觉得说咖啡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不是只有苦苦的 然后香香的这样而已 你说的应该是我们一般那种大众 然后每天到那个便利商店 去买一杯咖啡 我们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嘛 对不对 可是像你们已经到的这种 应该算是玩家级 掏课级的这种 就很像品咖啡那样 像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喝咖啡啊 你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说怎么样去评鉴这个咖啡的不同的面貌 是 好 所以说你 你有没有算过你喝过多少种的咖啡 超多的已经算不出来了 真的假的 有没有超过一千种啊 我不知道 因为之后在练习比赛的时候就是 在做训练过程中 其实喝到样品书就会非常真的还蛮多的 那不会混在一起吗 像对我来说可能每一种都差不多 只有比较酸跟比较苦 其实不会因为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分得出来咖啡中间差异 只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去喝不同的咖啡 对 其实咖啡一般人都喝得出来啦 我认为是这样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个在训练过程当中 你的教练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喝了这个他可能有点偏 怎样的一个味道 然后但是你也要自己去体会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那个东西是在学习的时候做的 那像我们之后在做训练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做技巧 对做技巧性的东西 跟一开始 背策的学习其实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哪里哪里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背策的学习 你已经进阶了 就是在背策的学习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语言 就是我就跟学英文一样 我把这个文法交给你 对然后建立我们共同的语言 就是在国际上背策的语言 那在我们之后做比赛训练的时候 其实是就跟竞技一样 就跟运动选手在做训练 其实是一样 就是你去训练你的技巧 训练你的耐力 然后训练你在赛场上的节奏感 对我们是在做比较这方面的训练 也在喝咖啡品咖啡 然后当一个背策师的这个训练 有这么多的技巧 我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只会想到说 好你可能只是 能够分辨出说 这个咖啡是什么味道 没想到它还是有一些技巧存在 所以你为了训练 就是到了这个层次之后 你为了训练这些技巧 你要怎么样去 应该想说 怎么去训练你的舌头 给你的味觉呢 我想先解释一下 背策师和竞赛者的差异 就是背策师其实 他就是基本上 他就是懂背策这个语言的人 他基本上都可以称作 是背策师 对然后他的感官 一定不能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也不用到非常的刁钻 那我们竞赛就是说在背策师之间 我们要比较谁的技巧 或是谁的感官比较细致 比较厉害 那我们产生出的这个比赛 就是背策师之间的较量 类似是这样子的感觉 好就是看哪一个背策师 比较厉害就对了 算是 我看你们在比赛 就是这个比赛是有分关卡 对不对 比如说前面要怎样 然后才能到最后的一关吗 就是初赛夫赛这样一直上去 对对对 就是他的比赛的每个回合 就是桌上会有八组咖啡 然后每一组咖啡都会有三杯 然后会有其中一杯是不一样 两杯是一样的 然后你要把不一样的来杯选出来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出来 是这样吗 在八分钟内选出来 然后 正确数目越多的人就是赢家 然后如果一样的话就是比时间 看谁比较快 每一回合都是这样比吗 还是就这样比 对每一回合都是这样比 天啊 那你这样子从你第一关到后面 你要喝掉多少咖啡 其实我们喝咖啡都会吐掉 可是你这样子到后来 不会味觉都麻痹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技巧 其实会味觉都会麻痹 所以就是要学习 怎么运用自己的口腔 哇塞 像我们喝咖啡 就稀里糊里把它喝掉 对不对 那像你们在品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 因为我看你们都会用那个小汤匙 对对对 背测汤匙 我们是会用错息的方式 其实错息只是一个 要不要示范一下桌 其实这边示范大家也看不到 还是有那个声音跑出来 我们是借有一个错息这样子的方式 让咖啡液体挥发在口中 形成一个雾状感觉 喷射在口中 然后在瞬间 你可以感受到比 直接喝更多的风味 可是我认为错息这个东西 它只是背测的其中一个 很基本的技巧而已 对对对 那像我们竞赛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去 钻研其他口腔的运用 有这么多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我看到那个 Beser是比赛 就是他们用那个小汤匙 然后在速咖啡 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把它 有点像喝拉面那样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汤匙很小 然后你说要在口腔里面 把它雾化 那是不是运用你的舌头 或者是说你的 有到鼻子吗 那种咖啡的那种味道 因为你刚刚说又有什么水果味 又有巧克力味 然后又有一些是有花香的 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吗 对就是它物化之后 主要是利用一个鼻后嗅觉 对我没有分鼻前嗅觉 和鼻后嗅觉 就是当食物在你口腔里的时候 你能知道它是什么食物 其实是你的鼻后嗅觉 对然后去感知这个东西 OK所以你们会先闻一闻吗 然后再用小汤匙 不一定每个选手的策略和技巧都不一样 每个选手习惯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你有一个很大的对手 对不对 很强劲的对手 大家都知道那个 对不对 西什么土 美国那个嘛 对不对 连锁 他你说也是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对手 是一个女士对不对 对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你有探过他的底吗 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啊 他就是一个赛场上一个很明星 明星的选手 对吧 就是大家其实都很注意他 然后后来你去 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有想说什么了不起 我一定会击败他 没有 我都是觉得尽力而为就好了 对啊 所以等于说 心情上面还是抱着一个 就是平常心 然后去澳洲墨尔本 参加这个比赛 对 那后来你进到最后一关的时候 有几个人 有几个一起 最后一关就是四强 四强赛 四强赛 对 选出一二三四名 就是这样 就是最后一关 四个人 台湾 美国 芬兰 还有荷兰 他们都是那种喝咖啡 是咖啡的国家 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在进入四强赛的时候 很开心啊 爸我在这里 进去的时候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觉得也没有 已经到这个境界了 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 站在四强 跟这些欧洲和美国的国家 站在一起 在这个四强里面 闯这个最后的这一关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比嘛 对对对 速度快 然后准确率高 对 是喝完以后 然后就举手吗 对 就是他 就是你喝完之后就举手 他就会帮你按下计时器 这就是 你们好像没有差很久 对不对 好像快他三秒吧 我也忘记是几秒了 反正是快他几秒 可是那个还要比准确啊 对啊 然后赢他一杯 赢他一杯 对 那就是你就是冠军啦 对啊 当下的心情如何 可以形容一下吗 就是蛮 不敢相信 一开始有点意外 其实这个比赛 他非常的残酷 就是他是 所有的咖啡比赛里面 是有选手自己 决定自己的输赢的比赛 因为其实很多咖啡比赛 他会有评审 那有评审比赛 就是有评审来决定 选手的分数 可是背策这个比赛 是由选手自己 去决定自己的分数 因为所有的答案 都藏在那个杯子下面 对 所以最后的话 那个主持人会要求你 自己把杯子举起来 那其实当下的压力 其实会很大 这会不会太残忍 对啊 因为你要决定就是说 你要不要现在就判断 他是不是那一杯 不一样的咖啡 然后你自己去决定说 我要不要在这个timing 去下这个决定 没错 没错 后来你就是 在那个时候 你把国旗披上去 那个是你原来 就准备好了吗 还是 那个不是 但是刚好有 也是有咖啡 圈内的 的前辈 有来看比赛 他就带了国旗 当下就跟他借了 这一面国旗 然后就皮挂在身上 对对对对 就当下其实是 满感动的 因为其实 热泪盈眶吗 有一点 因为其实那个 就是比赛的时候 压力真的还满大的 对 然后当下会觉得 终于 终于有一个结果了 然后 因为其实 在这个 准备比赛的过程中 有很多 台湾的 很多很厉害的 咖啡人 就是 很多厉害的烘培师 就是都有帮助我们 提供我们 很多的豆子捉猎器 所以当下一定 第一时间要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对呀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 去报答这些前辈 对 我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报答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就是说 代表台湾去出赛 你在国内也有先经过 先经过比赛然后再出去吗 对就是本年度的国内的冠军 所以你们就先把他们打败 再到国外去打败别人 不能说打败 就是切磋 好节目进行到这 我们先休息片刻 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通通认你听 如果错过了当天播出的精彩内容 也没关系 我们将早安台湾 两岸ING台湾APP节目 保留在YouTube网站 只要搜寻RTI央广精选节目 就能够随时重温节目精华 还有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APP节目 我是美宁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世界杯的咖啡杯测师冠军刘邦宇 刘先生 好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在你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说嗅觉 当然知识 知识很重要 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嘛 可是像嗅觉跟味觉这样子的一个培养 应该在你的生活饮食或者是说生活作息上面会有很多限制吧 其实我吃的东西就跟一般人差不多 只是在比赛之前会刻意的去控制自己 例如说 辛辣是基本上辛辣我本来就不吃啦 我本来就没有吃辣的习惯 走清淡风就对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出国前那段训练期间就是什么葱蒜啊 然后炸的啊 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基本上都不太吃 对 就有特别要求家里不能煮来一些 就是吃青州小菜 听说有 可能有时候都只吃白面包是不是 就是比赛前就是 就是白吐司配开水这样 对 不知道 然后早餐就是这样吃 然后中餐就不吃 然后到比完菜再吃 也是吃很清淡 就吃早餐而已 就吃早餐而已 就是吃两片吐司 然后配开水 天哪 对啊 我觉得很难想象 也不是跟我们说一天不要喝太多咖啡 那你这样平均一天要喝多少咖啡在比赛期 我们都会吐掉啊 不会觉得还是很多咖啡因吗 会啊 就是比赛完会还是会觉得很累 因为在上面就是肾上腺素 然后很紧张这样 对啊 就是拼了命的在喝 因为那个比赛 不是让你在那边慢慢在那边琢磨的 是有时间的那一种压力在里面 所以其实他那个淘汰速度是很快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也有输的 然后就可能会哭这样 对对对 也有选手输的就会哭 对啊 这是个残酷舞台 对 算是 所以这个邦宇真的不容易 在比赛之前 然后过着这种僧侣般的生活 我想请问一个比较那个的问题 你会不会从曾经想要放弃过 还好耶 真的 就是会觉得说 因为年轻人啊 应该都会想说 哇 我要 对不对 为什么每天都混在这个咖啡里面 会觉得说 那时候会觉得还蛮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人家吃很好吃的东西 其实心里还是蛮痒的 但是还是会要克制自己啊 因为我觉得这机会其实很难得 对啊 你可以代表你的国家去出国比赛 其实这机会是很难得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虽然 虽然我一直不觉得自己会赢啦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抱着一个 你把你说的实力发挥出来 那如果到时候还是输的话 那也无所谓啦 嗯 对对对 像邦宇真的很不简单啊 我们刚刚也提到 这个比赛是一个世界杯的比赛 而且他的对手 呃 当然一开始来自五湖四海 可是最后这个强敌 大家刚才听到 都是来自欧洲跟美国 那他们都是以这个 喝咖啡有悠久的历史 的这个大国哦 那邦宇算是 呃 第一个台湾人 也是亚洲的第一位 对不对 呃 对 这个比赛已经有十年了 嗯 对 然后我算是 第二亚洲人 对亚洲第一个 大道冠军的 嗯 就以往来说 这个比赛大部分的 胜利者都是 欧美国家 嗯哼 对 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咖啡的 这个研究历史 比较 比较长一点 对 所以邦宇你拿到这个世界冠军之后 对你的生活 或者是说对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或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就未来还是一样想在咖啡这个领域上面做很多的学习啊 嗯 对啊 就是继续努力 嗯哼 又想要这个继承家业之类的吗 目前没有打算 想要走出自己的一片领域就是了 对对对 听说你有组这个乐团对不对 是 对我就是玩乐团的 我乐团就是当兴趣的啊 嗯 对对对 就是当兴趣啊 咖啡是工作啊 也是兴趣 好酷哦 邦宇你喝过那么多的咖啡哦 你有没有特别的你自己的偏好 呃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偏好 因为我觉得杯测师尽量不要 我自己给自己定位是我不喜欢说想要去偏好任何一种咖啡 我觉得我自己要客观一点 而且我认为说不同咖啡就是会有不同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不太会说偏好哪个东西 杯测师是一个很严谨的职业 可以这样说吗 在做杯测的时候很严谨 感觉要严肃哦 但是私下其实不会很严肃 但是在做杯测的时候是必须要严肃的 哦 对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会想要鞭策自己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走 那台湾的杯测师这个行业算是很冷门吗 蛮冷门的啊 其实像一些大企业它里面在做咖啡的品质的管理的时候 其实杯测师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个品管的工作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咖啡业者来说 杯测师可能是他们的其中一部分的转场而已 他们可能要身兼很多的其他不同 包括红豆或是冲煮咖啡之类的这些转场 对 所以你也会去接触这个部分吗 对 所以说邦宇请问一下 当然你难得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一定要好好的把你这个榨干 没有啦 就是趁机请教一下 应该没那么容易 趁机请教一下专家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喜欢喝咖啡的人很多 但是我强调是喜欢喝咖啡哦 不是像你们这么厉害还可以品品品这个咖啡这样子哦 那一般人我们在要怎么样去品 去判断就是说咖啡它的好坏呢 一般大众最容易接触到咖啡里面的应该算是风味吧 就是所谓的风味就是说 你可以分辨出它是咖啡 这就是风味 你讲得好用门哦 比如说你可以分辨出香蕉和橘子的不同 是因为它的风味 对对对 是因为它的嗅 是因为你的嗅觉 闻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大众比较没办法判到的是味道 它可能觉得说 你可以分辨出香蕉和橘子的不同 是因为味道 可是其实不是 因为所谓的味道就是酸甜苦辣 酸甜苦辣咸 对它这才是味道 那嗅觉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 就是大众常常会在这上面 打转 对产生一些误解 比方说我们去买豆子好了假设 那我要怎么样去判断 就是说这个豆子好或不好 基本上就是看它的香味干不干净 第一点一定是新不新鲜 就是它豆子好不好 基本上就是新不新鲜 新不新鲜通常都会打在制造日期上面 这是最基本的线索 对 那买豆子回来最好是自己研磨 喝之前再研磨 因为其实咖啡磨成粉之后 它就会以千倍的速度流失它的新鲜 以千倍的速度啊 因为它磨成粉之后它表面积就变大了 哦所以它的那个 可是我们不是会用真空那种把它密封起来 也是没用 呃它还是会居实先啊 它会一直吐气 对对对 它会什么 吐气 它会吐气 对它会吐气 我觉得你完全变成你的咖啡神人还是怎样 没有 你觉得咖啡都是活的耶 这应该是咖啡业者都会知道的尝试 哦真的好酷哦 我是第一次知道 好所以咖啡它会继续的呼吸吐气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要喝就把它磨成粉 它的那个 精气神就散掉了 对对对 我觉得咖啡豆它就是 在喝咖啡的人 基本上它就是在喝这个咖啡 咖啡它的一生 对啊 咖啡从种植 从种植 采收到精致 然后再变成生豆 然后再 对 就是在经过 经过这么多的运送过程 然后一直交到烘焙上手里 然后再烘焙 再充煮 这所有的过程都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嗯 所以每一个环节 对对对 都会影响到这一杯咖啡的那一种 对 所以其实 风味 嗯 有一杯好的咖啡 它并不是已经很简单的事情 真的耶 不是说你去那种便利商店 然后画个 一个铜板 50块 然后有时候还 第二件七折这样子 对 那么简单 你一杯咖啡就喝到了 所以在喝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想一想 所以说 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咖啡厅 然后我们要喝咖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会给喜欢喝咖啡的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很希望就是在喝咖啡的人 他们可以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咖啡 尤其是在台湾很多喝咖啡的人 他们都会觉得说 酸味是不好的 对 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 没错 对 因为觉得喝不惯 就会想说 为什么这个咖啡有那么酸酸的味道 请问哪个地方的咖啡会比较酸 这个话题完 那应该是聊不完 等下三个小时又聊不完 这个咖啡中的酸味 基本上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 它其实不见得是不好的味道 因为其实 你就像水果一样 对啊 再好吃的橘子 它还是会酸吧 只是甜度会比较高而已 对 那我们称之在叫酸甜 那它的口感是好的 对啊 就是酸有好的酸 像是食物烂掉浮臭的酸 这就是不好的酸 那好的酸 其实就像水果的酸甜 其实它是好的酸 对 那基本上我们 我们也可以把咖啡想象成 它基本上就是浓作物嘛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果汁 来喝 那基本上 你就比较不会去排斥来个酸味了 对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认为酸不好 我也搞不懂 对耶 我觉得大家可以忍受苦 可以吃苦 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酸的话那谁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事 为什么可以吃苦不能吃酸呢 OK 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还有什么建议呢 我刚才那个我想要补充 好 就是咖啡的评鉴里面啊 苦是不一定要的 可是酸甜是必要的 有甜啊 有咖啡有甜啊 咖啡是甜的 我觉得我一直在跟邦渝用不同的语言在这个讲话 真的是 他已经咖啡级 那个神人级的咖啡师 好 所以 酸甜 这个形容词 我们要来想一想 所以 这个是很细致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样去感觉 用舌头去感觉吗 那我觉得你只是还没喝到有酸甜的咖啡 那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才能喝到这种 其实常常跑一些 一些自家烘焙店 或是一些比较最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些咖啡业者 其实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咖啡可以喝到 对对对 所以你给喜欢喝咖啡的台湾民众的这个建议是 勿于去尝试 不要一天到晚都买那种现成35块 第二件半价 不是说那个不好哦 只是说你要提升洗脑当然可以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就是 晋升到另外一种层次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邦宇的建议 多多去不同的地方去尝试 有这种自家研磨很多嘛 其实现在满满的 都满多的这一种 可以去多方的尝试这种所谓精品咖啡 对不对 是 对 好那邦宇未来的计划是要成为一个咖啡达人 也没有啦 就是继续学习啊 就是继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做努力 我觉得邦宇虽然他很谦虚 可是我觉得就是天赋 也是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像我可能练十年练不起来 第一个可能就是天赋 第二个当然就是后天的努力 你想想看你能够忍受 这么长时间都吃白面包加开水吗 不能吧 对不对 还有就是不断的练习啦 对啊 好那你觉得就是 拿到这世界杯之后 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 第一个就是生我养我的人嘛 对不对 爸妈我在这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特别就是一定要感谢我的教练 对啊 教练 因为我觉得他在这场比赛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教练也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把你的这个层次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去 就是在把他就是我们在 不很严厉吗 呃算蛮严厉的 有喝 算是蛮严厉的 就是他等于说我们在做个训练 然后他我们这个在之中我们可以沟通很多的东西 对 然后把比赛的竞赛的能力再往上拉 再往上拉高 对啊 好吧也真的很酷哦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啦 不过从我跟他这个对话访谈过程当中 我觉得如果听到咖啡他的眼神是非常发光 然后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咖啡这个领域他真的很深奥对不对 对他很深奥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知道的那么深奥 嗯 对啊 就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饮料 你不要有刻意的刻板印象 不要太大压力 对 不要有刻板印象或是对他有既定的印象去喝他 嗯 就勇于尝试不同的东西 对 或许你也可以从里面喝出 邦宇说的这种花香的感觉 或是巧克力的风味 真的非常谢谢这个世界冠军咖啡杯测师刘邦宇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我们分享他在这个咖啡世界的一切 我想冠军的奖杯永远是留给可以努力的人 就是努力学习 对对 我觉得邦宇他可能就是把人家努力很长时间 他完全把它浓缩在这个一年里面 然后很辛苦很很坚韧的去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当然我们也期待他未来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能够更加的发光发热 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好非常谢谢邦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